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开始之后 截至11月21日超过160人死亡 在冲突的第八日 以色列城市特拉维夫一架巴士突然爆炸 至少炸伤17人 巴勒斯坦击进组织哈马斯未承认责任 但赞扬袭击是英勇行为 为了了解当地的情况 我们联系了特拉维夫的教会牧师Daniel 在访问当日 他形容当地的情况非常严峻 现在我们有20分钟前 在车门上有20人攻击 在车门上有20人攻击 在5分钟前从我的教会 连日来的袭击引起世界关注 不单只因为当中的死伤数字 这次更加是耶路撒冷42年来 首度周巴人发射长情火箭袭击 亦都是特拉维夫自1991年波斯湾战争之后 21年来第一次被火箭射击 以巴冲突的历史根源 可以回溯到公元70年 罗马军攻陷耶路撒冷 将犹太人赶尽杀传 公元132年 罗马大帝更下令永远不准犹太人回国 从此犹太人流落世界各地 而四周的部落相计迁入巴勒斯坦 即是后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直到19世纪80年代 流亡在海外的犹太人 上司回流回到以色列 1940年代 犹太人大屠杀 更进一步推动犹太人回归 自此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变得紧张 1948年 以色列復国之后更战事不断 在最终竟然想要跟你说 我们不教我们孩子们 恨到阿拉伯人 我们教我们孩子们 对爱和平衡 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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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永远教我们 对平衡 因此我们 全我们 全我们 我们的教徒现在一起聚集 在以色列的情况下 是冲突的第九天 尔巴终于达成停火协议 但无论局势是怎样 Daniel牧师提醒各地信徒 都要时常警醒 跟随圣经的教导生活 也要为世界各地的和平代讨守望